雲科大的老師特別搭車南下 失蹤兩個月的劉姓喬生找到了 但他坐在車上戴著口罩不發抑鬱 失蹤這兩個月 劉姓喬生到底跑哪去了 只見他對眼前的一切都覺得好陌生 從2月23號 劉姓喬生騎機車離開學校宿舍後 就沒消沒洗 家人3月初急著搭飛機來到台灣 就連馬來西亞官員也專程來台關心 大家找得好苦 最後卻是到4月25號 才由台東警方到關山找到人 南大生足足失蹤兩個月 被找到時 腦海對於這兩個月來的記憶 卻是一片空白 看看他精神不太集中 神情中也帶著鬱悶 看起來消瘦 比起失蹤前有神的雙眼 和微微的笑容 失蹤前後模樣判若兩人 為何失去記憶 警方問不出結果 醫學上則是有兩種可能 短期間之內的壓力太大了 比如說他的生活中 或是家庭上遇到什麼中大的挫折 是有一些低毒性的 這個成癮性的藥物 在他發病的時候 他會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是藥物引起的 還是心理壓力或外力導致 都有可能 但能不能有機會再拼湊回 這兩個月來的消失記憶 也成了未知數 記者張春華 賴筆湘 屏東報導